就是我們的楊潔、楊麗 他們是一加一攝影 一加一攝影 對,對不起,一加一設計 好,那待會他們會來分享 什麼是一加一的這個理念 讓大家知道說 他們兄弟剛才大家都有知道 他們本身的背景 並不是跟設計或是 攝影相關的 一個是在做廚師 一個是在演戲的 可是他們到底為什麼 能夠進到這裡面 而且現在呢,還有 蠻大的成就 所以我相信他們在這裡面有很多故事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讓我們掌聲歡迎楊潔和楊麗 剛剛想說 在上廁所上一個就已經講完了 想說趕快洗快一點 下趟了 好,各位大家好 我是楊麗,我是楊潔 OK,其實今天我覺得 來這個平台 我個人覺得 焦點這個平台非常的棒 就是 它吸收了 吸收有點太恐怖 沒有,就是它網羅了 也不是網羅了 就是 召集的這些各位 就是可能還是在在學的 然後 包括就是到 可能邀請的各位講者 也都算是 非常 就是 跟大家比較沒有代溝的 就是比較年輕的 所以其實 老實講 其實我們 雖然說我們在這個產業已經將近十年的時間 可是 我們年紀其實也跟各位 我十七歲耶 我十六歲 對 我們剛剛想說上來的每個學生都說我十七歲 所以 就說十六歲 就想說 哇,真的是有非常年輕的人 不過其實我們也都是八字頭的 八字頭的 的 就是 不是一九八 不是西元的八 是民國的八 就是 對啊,反正就是也就是八字頭的 然後我們大概就是十九歲就創業了 就是也是 雄心抱子膽 沒錯 就是真的 十九歲、二十歲就創業了 所以 我們今天就來分享一下 就是來 我們大概約在這個時間 的 OK, sorry 就是大約在 在電視播裡面 這樣子 那後面一點 不行,它已經會了 遮住了 它已經會有廣角變形 這樣子 好,那我站這邊好了 好好好 OK 這樣子可以嗎? 穿好了 好,沒關係 我們今天就簡單來分享就是我們可能創業 然後到我們做這個我們這一塊相關的歷程 剛剛也有就是前 應該算妞妞是我們的 也是算前輩 不過其實就是 我們的性質跟他們稍微有些相近 包括我們目前的工作室就是有平面製作部 影片製作部 然後還有就是 就是導演 然後跟影像的 然後再加上台中有一個分公司是屬於 就是我們跟別人合夥做音後製 然後跟3D動畫的 對 所以其實平常我們在接的案子就是屬於 就是可能 就是一些品牌的廣告跟 包括也做過視覺 然後再加上就是可能一些CF 然後還有平面的我們可以再做 做詳細的 因為那個 加上今天有提到說 有十二分鐘 帥哥也不能夠超時的啦 我們就只是你講太多了 好 我們來開始做分享 下一張是 下一張是 下一張是按右邊那一個 對 好OK 寶如你好 好來 好 我們1加1 今天要講的一些主題 比較 可能比較盛行錄一點點 但是我 跟大家 我們以下 我們 因為我們都不是一些成功的案 我們不是成功的案例 因為我們也還未成功 上未成功 那我們只是來今天來做分享 那以下的內容 我們都當作參考 也沒有就是可能情色的內容 大家先就是 快速帶過 好 我們今天會講四個主題 就是我們來做愛吧 開始吧 我們來口交話問存吧 好 來做愛 這件事情 首先 笑什麼 大家 這麼邪惡 內心 講錯了 我們絕對不是想要講 哪一個做愛 好 因為我們今天講一個概念 我覺得像 如果講得太深入的話 會讓大家覺得boring 所以我們就 我用一個比較 可能比較 消費性的一個方式來跟各位一點講 好 對 關於你喜歡做的事 叫做你愛做的事 對 就是你愛做的事 所以我們叫做做愛 對 你做你愛做的事 所以其實就是 跟各位想講的就是說 雖然說可能現在可能 大家在求學的階段 可能就是 平常會為了某些 不管是家人 或者是你甚至是 當初不小心分數考到的 然後 進入了這個可能所讀的科系 可是你一定心裡面有一件事情 是可能 你覺得平常做起來就是 啊 就我覺得我還蠻喜歡做的 然後而且又是 我覺得在做起來的時候 而且很有成就感的 那這件事情是什麼 因為包括我們兩個其實 也不是說當初 也不是說選錯科系或什麼的 不過就是我想給大家的引導就是說 就是能夠每天早上醒來 自己的工作就是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是一件蠻幸福的事情 對 然後我常常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那沒辦法 現在這個社會跟這個年代 就是年輕人真的 沒有三頭六倍 也不是說沒有三頭六倍 沒有三把刷子 真的很難在社會上 就是類似說 跟別人拼搏 畢竟又有跟對岸的人競爭這樣子 好 那我就簡單的分享我自己好了 因為 本身本人呢 就是高中畢業以後 就沒有繼續讀大學的這個階段 那我也很鼓勵就是現場在做一些年輕的 可能後輩 可能或是長輩們 就是可能也可以聽聽看我的想法 因為 我沒有 我沒有考 不是 我根本還要讀大學呢 我直接進入職場吧 所以我高中的時候 其實每個暑假 寒假我都在做攝影助理這件事情 我非常非常喜歡攝影 那 我從以前就是拿 Sony Ericsson的那個什麼 K530那種手機就開始拍 然後拍 一天到晚都上傳無名小站啊 然後就是這種 我自己很愛攝影 我從我國中 我就已經發現我真的愛做攝影這件事情 還好那個時候沒有iCloud 然後就是不小心在上廁所的時候 然後就打字的時候 然後就不小心 沒有沒有沒有 好 反正就是我們喜歡做我喜歡做的事情 你到底為你自己所喜歡做的事情 可以付出多少 對 我們接下來會繼續講 好 我喜歡皮卡丘 但我跟他是用柏拉圖式的那種方式做愛的 對 好 OK 大家不要想像畫面 好 這是我們在工作的一個環境 就是所以很歡樂 就是我們很歡樂 我們 我們很不就是 可能太自視 就是讓工作變得很無聊 所以我們都會在生活中找很多樂趣 好 我們接下來進入開始吧 因為我們時間有限 好 別鬧了快回來 對 對 OK 我們今天要分享一個很核心的東西 叫做不需要厲害才開始 要開始就會很厲害 這是一個長輩告訴我的事情 因為我認為在座很多學生 或者是後輩們都以為自己的能力不足 所以 就是不敢往前踏出一步 但我得告訴自己 我們其實還很不專業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接案了 當然我們不是說對於專業不尊重 或者是什麼之類 而是我們能夠在... 永遠都覺得不專業 對 我們都永遠都覺得不夠自己專業 對 對 所以我們其實很勇敢的 在我們每次接案的時候 就是 都付出我們最專業的一面 就是我們已經學習到最專業的一面 來去面對我們的客戶 然後再重重過程當中成長 所以我們其實17、18歲就開始接案了 對 真是也是蠻熟悉的 對 對 這是我們創立工作室的一個路程 因為我們進到工作 我們這個工作室 現在目前為止已經變得很漂亮 但是因為過年 對 過程當中其實有很多 就是都需要自己手作來啊 就是 就 分享那個歷程就是 那個時候可能 就是好不容易只有存個十萬塊二十萬 然後 就是 就是 工作室還要先付了房租 然後再加上押金 就十萬塊不見了 然後我們那時候怎麼辦呢 想要請油漆工 因為那時候全部都毛賠屋 然後油漆工 然後還是什麼 我們全部都自己想辦法把料買來 然後自己當水墊 跟什麼那之類的 那本來搬進去 其實如果有搬家公司 搞不好三天 你有錢就可以搞定嘛 三天一個禮拜 你就可以把這個地方搬得好好的 那連裝冷氣什麼的 都自己研究 自己牽線 然後自己來 那大概 沒辦法沒錢 那我們也至少 就也花了兩個禮拜 或者是快了一個月的時間 光是漆油漆我們不會 就一開始根本沒有辦法知道 油漆工怎麼 那麼有專業的 有效率的半天 就可以把 就是大概五十瓶的 攝影棚漆完 可是 那我們那時候也至少 就花了三五天 才 而且叫了很多朋友 烙廊來漆這樣子 這是一個過程 所以我要講的說明是 你喜歡做的事情 你可以為它付出多少代價 我們兩個人曾經 因為我們在創業過程當中 我們住在一間 七千塊的雅房 我們兩個人同住一張床 共用一張桌 然後跟人家共用廁所 然後這個路程當中 我們其實 在我們經歷過很多階段 可能甚至戶頭裡面 剩不到一千塊 可是我們兩個還要活一個禮拜 但那個一個禮拜 就是我們每天都吃泡麵 每天都吃麵包 然後我們把所有畢生 就是可能十八歲的時候 我們十八十九歲的時候 我們存到了二十萬 然後開了一間攝影棚 然後就是用最簡陋的方式開始做 然後到至今 就是我們堆積到了三百萬 就是到現在的 我現在要講 不是用錢來定義這件事情 而是說 你用什麼東西去堆積它 然後你在這個過程當中說 你要先開始去做這件事情 它才會變得很厲害 到我們現在 我也不敢講自己專業 但是 可以在接案的時候 滿足我的客戶 滿足我的客戶 這件事情很重要 好 我們接下來快速帶過 好 我們經歷過一些這些廠商 就是市政府啊 新北市啊 我們接過政府的案子 還有社團法人 像福倫社這種 還有 金華酒店的伊林娛樂啊 然後聯合力華 麗頓奶茶 對 目前像伊林的 就是伊林就是那個模特兒公司 他們主要目前的就是明星的宣傳卡 還有包括像憲哥的公司 就是那個就是榮毅文創的 就是每一年藝人 目前都是我們在拍攝宣傳照 那包括我們今年也連電視 東升電視的影音的 就是類似偶像劇 中樓愛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到 就是那個時候 周大豪跟孟靈倫演的那一檔 我們還甚至包了整個後 花絮製作跟剪輯這樣子 然後包括我們平常的作品 都有錄出在很多就是 類似像各大百貨公司 或者是包括一些就是 品牌的廣告上 那就是平面的 我們現在我們連影片都後來都設計了 那影片呢 包括就是像山羊的一些就是 機車上面的動畫 有些如果你們可以看到的電視廣告 也可能都是我們團隊所製作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們的作品 就是其實我們的作品 其實講白一點就是 對於如果前幾位藝術家來講 可能我們沒辦法 我們就是一個非常商業的 可是沒錯 我們其實裝工的就是這一塊 我們給予客戶最高等的滿足去 就是就類似說 他所需求的商業這塊 所以廣告公司跟設計公司 非常的就是對我們 就是我們都有辦法滿足他們 所有的每一個細節 對 好 因為因為作品有很多 然後我們就趕快 沒辦法給大家看 你看光拍按完的時候 那個時間已經快 星光三月的上一期的廣告 然後還有那個就是 那個一來客是有找江振成 就是如果 所以知道12分鐘有多不夠了吧 其實 然後在今年很榮幸的就是 又有就是被大學聘任去 就是開課 然後就是 就是文創系所開課 就是上所謂的攝影 就是這一塊 影像攝影這一塊 我有點緊張 OK 口交 我們來口交吧 對 建立自信的重要性 口交就是我們在講說 對於社交交談的這件事情 就是 大家應該看得出來 雖然我們年輕 可是我們現在講話都可以看看何談 應該是有經歷過一段的歷練時間 沒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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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對 那 好 因為我最後面還是要回到溫存這件事情 溫存就是說 對 對 好 自動幫我加三分鐘 好感動 好 沒有你不要講出來 人家後面還是塞小費給他 好啦 這樣這樣子 你在唱窗簧嗎 沒有 好 那我們先簡單講一下 就是建立自信的重要性這件事情 有時候 我覺得人啊 就是 當然你會有很多自卑的地方 可是當你站在一個客戶面前的時候 你不可能表現你自卑的那一面給觀眾 給廠商看到 所以你要表現出自信的那一面 就算你再怎麼不自信 你就要厚臉皮 這是我們現在年輕人得面對的這件事情 我們需要跟上一輩的長輩們競爭或抗爭 但他們怎麼看我們這些人 我們 我們怎麼能夠讓他們說服我們的專業 我們要提出我們的想法 跟我們的 呃 或是什麼之類 我們過去的作品 讓他們說服他們來信任我們 這件事情很重要 對 所以 呃 各位都要 勇於的去表達你自己的想法 跟在 呃 客戶面前去表現你自己的專業的那個 部分 這樣子 即便就是現在是一個易老賣老的社會 但大家都還是要記住這 這一點這樣子 對最後我就 再來做一個結尾好了 對 呃 就是我個人覺得就是 呃 像我剛剛一直在看著這個 cross share的這個海報 我都覺得非常的感動就是 其實 我已經來第二次了 那 常常會有蠻多 各位的年輕人都是 就是懷抱著不同的理想跟自己喜愛的東西 那我們今天也以一個就是比較年輕的分享者去分享給大家 就是我也很想分享一個概念就是說 其實我不太喜歡看勵志小說或者是勵志影片 為什麼 因為每一個人成功的機遇跟方式都跟你完全就是百分之per 100%是不一樣的 所以不要看別人成功或勵志的影片 就是因為每個人走的路跟你今天自己就是自己 生活起的化學作用是完全不會一模一樣的 那每個人也抓住的方式不一樣 所以我個人就是給大家忠告就是說就是 我個人覺得就是你就是多方去嘗試 如果像剛剛我跟兩位17歲的就是 可能來這裡的分就是參與者來分享就是說 他說現在念的不是相方科系 可是我就說沒關係你攝影影片跟設計 甚至是互動媒體你都去接觸 你到最後你就會知道 你做起來哪一件事情自己比較有天賦或者是比較有成就感 那你就是沒關係你就是嘗試去那一塊去執行 好你們也可以開始了 對就是這樣子 可以開始 口交跟出來 口交談 口交談 對 一加一大於二 這是我們的概念 一加一不等於二 一加一總是大於二 因為團結就是力量 對 這也是因為我們公司目前就是可以接受到很多各方面的案子 就是因為我們所有的管道都把它結合起來 就我所剛剛分享的動畫影像跟平面這樣子 謝謝 如果以上聽完沒感覺的話 那你是不是皮在癢 OK 好 謝謝大家 你不要給我一件很難 讓我演場 你不要很難演場 OK 其實他剛剛準備完這些 我說哇這會不會太心三色了 我說好啊那沒辦法我們就應該把它挽回比較正經的角度這樣子 好 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楊姿跟楊姿的這個雙簧隊長 對所以就發現他們前面的一個鼓勵的一句slogan就是 你不是要 就是你不需要厲害才開始 太開始 要開始 對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常常在說你ready好了 常常我們都會想要把自己預備到一個最好的狀態我才要開始執行 可是很多時候你在預備的過程裡面可能就錯失很多的機會 對啊所以鼓勵大家就是你今天來到這邊有很多的人聽了很多的故事和分享 你預備好了嗎 那你的下一步當你走出這個空間的時候 你要開始執行你心裡面的夢想了嗎 OK